大楼里藏着一家书店 陈宝平先生是书店的常客 他和妻子陈丹燕都喜欢听故事 也喜欢写故事 在他们看来 这栋90多年历史的大楼 就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地方 2014年8月 他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为生活在大楼里的居民 做口述历史 陈丹燕他从小住在五原路 后来我们成家以后 也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 所以对这一代比较熟悉 武康大楼是上海 近百年历史的一个树影 这样一个小小的楼里面 多少这种风云人物 在这里面发生过故事 就像名人故居里面 有名人的故事一样 在普通老百姓居住的楼里面 也有他们自己的故事 他们的故事才是真正的历史的见证 2014年那个炎热的夏天 大楼里的居民被组织起来 许多记忆被唤醒 为了保护这幢大楼的历史 他们再做一次全新的尝试 世博会的时候呢 就是武康大楼外墙 是做了一些改造和刷新 世博会以后 大家对历史建筑的保护的意识 明显的增强了 沟通了以后呢 他们大多数都是理解的 也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口述史 是有意义的 有价值 所以他们愿意参与 我呢在整旅公寓 它这边单公寓 我生了孩子以后 觉得还是希望都住在一起 热闹一些 那住进出去之后 觉得这个往事 终于都非常考究的 他在走廊很长 那个电梯上去 有个很长的一个走廊 走廊里边存无热闪亭的 他专门有一个老头子 是负责这个 这里水管啊 卫生啊什么的 叫老业啦 开电梯呢 都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开的 不是自己开的 很多 那时候就是经济出书的 这种油厚的 发展破的意义 它有破冰圈 嗯 进化了 把纸呢比较区乏的状况 大家没开心 对吧 应该呢 领域之家 大家是没 是没开心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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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是 出来出去 特别是这种姑娘 特别是这种景区呢 就特别牛 通过这些故事的诉讼呢 让我们看到就是 在那里生活的人的 他们的一些精神 这种精神呢 我觉得是 是上海市民精神的一个 非常典型的一个写照 我用最好的材料 建筑最结实的房子 想要抵抗岁月的摧残 如果记忆可以留存 但愿每一幢老房子的故事 都被时光珍藏 我迫不及待地想来这里看看 它不是我有名的作品 却是我拥有最多回忆的地方 我们一家人 曾在这里住了六年 它的每一个细节 我都记得 作为一名建筑师 我要满足客户的各种要求 唯有我的家 完全符合自己的信任 这位女士 角刘素华 是一名服装设计师和商人 几年前 她投资修缮了我的旧局 现在 她是这里的主人 我想 我们之间 一定有着某种缘分 三十年前 我就在这个附近的 中华大学读书 那我们每天呢 会穿行在乌达克设计的 哥伦比亚圈的这些建筑附近 若干年以后 三十年以后 我又来到这个地方 我是最初是基于企业发展的需要 与这个建筑结缘的 后面随着这个项目的推进 对乌达克和乌达克的建筑 置于上海城市的意义的了解 就把这个乌达克旧局的功能规划 就变成了乌达克的纪念馆 这个门厅呢 最早的时候 乌达克建成的时候 它是一个窟门狼 大概它居住在两年左右的时间 我们找到的历史资料 它把它改造成了 现在这样的一个钢窗结构的 我们这次修缮的时候 同时呢 也把它做成了这样的恢复原样 做成了这样的一个钢窗结构 而且这一块呢 乌达克居住的时候呢 这是他的家的客人 来的时候 一个进口的门廊 那么我们现在把它 做成了乌达克纪念馆的入口 基本上功能也恢复了 我拥有了自己的纪念馆 这真是个惊喜 如果你要了解我 或许可以从这里开始 也许你会发现一位建筑师的秘密 比如说 我原本不叫乌达克 而叫胡杰茨 我来中国之前才改了现在的名字 我是2010年的12月31日 跟那个长宁区教育局签署的 投资修缮乌达克旧局的协议 那我们2011年春节 还没有放完假 我就跟我的另外的投资人一块 沿着乌达克的生命的轨迹吧 我们走了一圈 我出生在拜斯泰采巴尼亚 那是奥匈帝国的领土 我的父亲是斯罗伐克人 我的母亲有匈牙利血统 所以你问我究竟是匈牙利人 还是斯罗伐克人 我也不知道 也许我两者都是吧 这就是我们一家人 我成为建筑师 都是受了父亲的影响 他是当地著名的营造商 曾经在布达佩斯 建造了欧洲大陆 第一条电气化地铁 我九岁开始 就到父亲的建筑工地上打工 上大学前还取得了木匠 泥水匠和石匠的专业证书 作为家中的长子 父亲希望我继承家业 假如岁月安好 也许我一辈子都待在家乡 不会来到遥远的东方 不会来到上海 可是命运和我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1914年6月 我从匈牙利约瑟夫皇家理工大学建筑系毕业 两个月后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我应征入伍成了一名炮兵 被送到了遥远的俄国前线 在一次战斗中 我被敌军俘虏 更糟糕的是 我在战斧营里摔伤了腿 这次事故导致了终身残疾 我的左腿一直比右腿短一截 好在这并没有影响我 后来成为一名建筑师 1917年 俄国爆发了隔壁 我和一批战俘被送上了遣返欧洲的列车 我不想再被命运驱使决定逃跑 当时呢 他们是在战俘的转移列车上 车速不快 一些战俘就商量着想逃跑 于是大家抓揪 抓揪乌达克是第一个跑的 他就第一个跳 其实就是这一跳 成就了上海的乌达克 当时上海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不需要身份证明文件 就可以居留和工作的地方 1918年11月初 我跋涉千里 拖着一条伤腿来到了上海 那时我25岁 身无分文 唯独庆幸自己还学了建筑这门手艺 我要在这座城市活下去 我在一家美国人开办的克里洋行找到了工作 从一名会图员做起 两个月后我当上了经理 两年后成为了公司的合伙人 后来 我自立门户成立了自己的建筑公司 那是我事业的黄金时代 也是我最繁忙的日子 这间是乌达克的小书房 乌达克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 那么他经常深夜在这间书房里头工作 我们看到的这个柜子是乌达克旧居 唯一乌达克留下来的原物的家具 从里面的结构来看 应该是乌达克放图纸的一个柜子 那么我们开启的时候 我还可以听到古老的同志合叶的这样的声音 我在上海认识了我美丽的妻子 我们有了孩子 在上海安了家 老实说 我不喜欢上海的气候 特别是夏天 记得在三十八度的高温天里 我埋头画图浑身都湿透了 一天要换好几次内衣 上海的局势也时常让我担忧 当时只有租界里暂时安宁 可是战争的阴云一直伴随着我的一生 乌达克实际上是在家里话不多的一个人 但是他女儿回忆说 他特别喜欢就是喂养鸽子 他喜欢听鸽子那种咕咕的叫声 他喜欢看鸽子盘旋 在天空盘旋 乌达克这一生都是被战争所驱赶的 也许他更喜欢鸽子的图腾意义 直到一九四七年我离开上海 我依然有这样的感觉 到哪儿我都是一个陌生人 一个匆匆的过客 一个漂泊异乡的游泽 所到之处既是家乡 却永远没有祖国 乌达克1937年离开这个房子的时候 他把这两扇门带走了 首先是装在了达华宾馆 这是现在的达华宾馆一楼 他的家里 后面这扇门又随他一起离开上海 这两扇门我们完全按照的 乌达克留下来的图纸和历史的照片 去复制的 在他离开上海的时候 这两扇门也随着他一块离开了 我在想他搬走的也许是 他对上海这个第二故乡的一份乡村 我在这里生活了29年 搬过四次家 这幢房子是我住的最久的地方 我工作的小书房不过四五个平方 我每天睡在起居室的这张小床上 有时候我在想 对于一名建筑师来说 房子到底意味着什么 故乡总是遥不可及 我精心设计打造的这幢房子 就算是异乡人的家吧 乌达克是外乡人 我也是 我不知道跟这个建筑的缘分会有多长 但是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努力 去探索一些经验 也为未来的企业家 参与到城市建筑遗产的保护里头 提供一些经验 我愿意为每一个在上海奋斗的外乡人 讲述我的故事 命运把我推到遥远的东方 我就拼命地抓住它 最终 这座城市接纳了我 也成就了我 一步又一步 我就这样 书写自己的传奇